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援引消息称,在韩朝首脑会谈之后,美朝首脑会谈即将举行之际,朝鲜官方媒体吹,需该国领导人金正恩,在外交上取得胜利, 渴望使朝鲜扩展贸易并接触国际社会的制裁,但大多数民众,都不相信这种宣传。 一名闲境北道的消息人士,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,朝鲜劳动党的机关报、劳动新闻,和朝鲜中央电视台证,大力宣传新生人的LDQUO,伟大成George Cole但大多数朝鲜居民,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宣传。 该消息人士表示,朝鲜官媒一直在宣传说,由于朝鲜在区域性的活动,和会谈中施展LDQUO,卓越的战略计划LDQUO朝鲜将成为伟大的经济强权,但我们这些先前一直被宣传机构愚弄的人民,对此存疑LDQUO。 消息人士说,LDQUO,人们以前被愚弄了很久,现在无论金正恩承诺时末,他们都不相信,我们不相信他,没有人相信他,一个也没有,二口。 另一名两江道消息人士告诉该电台说,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宣布,美国即将于朝,先举行LDQUO,历史性会,谈LDQUO,并声称这个,他们做出的重大决定,可以使朝鲜庸,有更美好的未来,LDQUO。 但人们一点也不在乎LDQUO,尽管即将来临的美朝首脑会谈,可能带来具有前景的结果,但朝鲜宣传机,够仍呼须朝鲜人民反对LDQUO,帝国主义LDQUO,和美国本身。 对此,该消息人士说LDQUO,人们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讯息感到困惑,而大多数人最终都选择默不关心,甚至劳动党员也感到困惑,二口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